大家好,我是Ada 上一期的视频呢,我们学会了基本的墙面设置 那这一期我们来讲如何建置 门、窗、柱以及楼板 还有视图的尺寸标注以及图纸的排板 在建置门窗前呢,我们需要参考平面 协助我们做基准线的放样 点选参考平面 参考平面呢,它是一个参考线 它可以提供你做放样及其尺寸上面的调整 那参考平面呢,它不会被列印出来 所以即使不关掉 那当你在出图图纸的时候 图纸不会将参考平面的线给印出来 所以可以尽量的使用参考平面线 作为我们的参考基准点 只用参考平面 你可以直接点选参考平面的指令 然后在图纸上绘制 那今天譬如说 我要设定一个离墙20公分的基准线 我可以绘制参考平面后 搭配尺寸 点选参考平面 点选墙边 将尺寸标出来以后 选择参考线 选择参考线 修改正确的尺寸为20 那有了这个基准线以后呢 我就可以在这个基准线上面 建置一道墙 搭配空白键更换墙的方向 那这道墙跟另外一道墙之间的间隔 就是正确的20公分 所以参考平面呢 是我们用来放样参考的一个基准线 要进行放样 就必须参考线搭配尺寸 做精准的放样 举例来说 当我们要在这道墙上面放两道窗 那你要修改或者是均分参考线的话 尺寸上有一个EQ的符号 点选它 尺寸就会将参考线自动均分 再点选尺寸 再点选EQ 尺寸的数字就会出现 设置门的步骤也是如此 举例来说 我想要离墙有20公分 设置一个90公分的大门 点选参考线 点选尺寸 设定20公分 然后大门点选参考线设定成90公分 这样大门的位置就被参考线放样出来了 再来离墙边设置一个90公分的大门 点选参考线 修改尺寸为90公分 90公分门的基准点就设置好了 再来我们就可以在建筑模型界面里面点选门的尺寸 下拉选单会有很多种门的款式让你选 有推拉门 还有单面门 你可以透过修改它们的性质属性去修改门框 门高 还有门宽 搭配空白键可以更改门的方向 点选门的位置以后 我们利用对齐的指令 在修改面板中 对齐指令按下去 先点选参考线 再点选门边 就会自动对齐参考线 如果你不使用参考线的话呢 你也可以直接修改 首先我们先设置门 设置完后就会出现相关的尺寸参考 是Rabbit的特点 只要你点选其中一个模型 它就会出现 这模型的相关的放样尺寸 直接修改放样尺寸 也可以达到我们的精准放样 接着示范放置窗户模型 点选窗户 下拉选单 有各种窗户的类型可以选择 有推拉窗 固定窗 推射窗 这边也可以在BAN的模型官网下载 选择推拉窗 先将窗设定在所需要的位置 点选以后 点选模型的性质面板 下拉选单 可以修改窗的尺寸 我们修改窗的窗高 120 以及窗宽 184 搭配对齐指令 点选对齐 点选参考线 点选窗框 要建立相同模型 可以点选右键 建立类似模型 设定好窗户的位置 用对齐 点选墙边 点选窗框边 我们的两扇窗就设置好了 再示范一次 点选窗户 设定窗位置 那你可以透过这个箭头 更改窗对内外的方向 可以修改尺寸 设定窗的正确位置 修改窗框的宽度 示范放置建筑柱 建筑柱呢 在建筑界面里面 一共分成结构柱以及建筑柱 结构柱的部分是偏向于C型缸 H型缸的结构柱 建筑柱呢 是偏向于清水混凝土 钢筋混凝土 钢骨钢筋混凝土 的结构柱 在这边我们选择建筑柱放置 先选择其中建筑柱尺寸 下拉选单会有多种尺寸的建筑柱 我们可以选择其中一个 进行创建 点选编辑类型 点选复制 创建名称 88乘以88公分 设定完以后 修改深度以及宽度 按下确定 放置柱子 用对齐的方式 让柱子对齐我们的参考平面 柱子的放置就完成了 下个阶段创建楼板模型 点选楼板模型创建 下拉选单可以看见各种楼板类型 你可以自行创建你要的楼板类型的厚度 点选完以后会出现修改工具列选单 使用选单的各种创建工具 有单向线 矩形 圆形 多边形 那我们可以点点选对齐线 创建对齐线 可以使用修剪指令 修剪指令呢是将两条相交的线做延伸交接 点选修剪指令 点选修剪指令 点选要交接的两条线 重复修剪指令 再点选弧形 创建弧形线条 创建完整以后 按打勾确认模型创建 那这边 这边 这边会出现一个是否要与楼板贴附的选单 选不贴附 因为如果你选择贴附的话 你原本预设的墙的高度 或者是柱的高度会间接造成影响 那这边我们勾选不贴附 避免影响到我们模型原创的高度设定 好了那现在我们基本模型都已经建好了 那接下来的阶段呢 就要进行图纸的创建 首先点选图纸面板 然后按右键 新增图纸 这边会显示Rabbit预设的一些图框 那你可以先选择其中之一的图框 然后我们再进行修改 这是Rabbit原本预设的图框 你可以根据你要出图的尺寸大小设定A0 A1 A3 那你也可以把图框的内容修改成你要的格式 那在这边图框这边会显示一些专案里面基本的设定 比如说公司名客户名专案名图号图纸等等的设定 那这些设定呢我们要去哪边修改呢 你可以点选管理界面 管理界面里面有一个专案资讯栏 点选完以后这个专案资论栏就会出现 专案名称 公司名称 专案地址等等的资讯 这些资讯都会回馈到图框上面 所以你可以在这边进行修正 比如说修正公司名 修正客户名 修正专有图号的名称等等 如果你想要将图框修改成公司的规格 你可以双击图框进入到编辑模式 接着就可以将图框修改成公司要的大小 排序以及内容 比如说我将编修次数删掉 然后将客户名称专案名称 移到合适的位置 然后关闭另存新档 在这边另存新档要注意一个地方 就是将选项打开来 那这边会有一个备份的最大次数 那我们这边填写1 它这个的定义就像Schedule 2的被盖一样 几分钟储存模型一次 所以这边我们写1就好 避免我们到时候的模型档案容量太大 然后将我们已修正好的图框 放置 将原来的图框删除 就后就可以进行排版的动作了 接着进行排版 我先将排版调整成 我已修好的图框A3的图框 这是直式的A3图框大小 那我也有配置 横式的A3图框大小 图框设置好以后 我们就可以拉视图进来进行排版 首先点选我们已画好的一层平面图视图 把它拉进来 那我们会发现 有一些内容是我们不想要显示的 那这边你可以把它删除掉 首先我们先双击进入到视图编辑模式 然后在性质悬项面板的下方 有一个剪裁视图 以及剪裁范围可见的选项 我们将这两个勾选起来 你会发现我们的视图不见了 然后多出现一个矩形框 这个矩形框就是可见范围 那我们将这个可见范围 移至刚刚的位置 再调整它的长宽 再调整它的长宽 将我们要显示的内容显示出来 调整好大小 也就是说在视图框范围内的内容 会显示那如果不在视图框的范围内容 它会不见 那如果你要将这个视图范围框取消掉 我们可以将视图范围框可见的选单 取消掉 那这个范围框就会隐藏 接着我们在外框双击两下 就可以跳回原来图纸排版的状态 然后我们就可以进行图纸编排的动作 当你图纸排版好以后 接着就是设定表现法的时候啦 那么我们再一次进入到视图编辑模式来 或者是你直接点选视图 那视图的性质面板下方 有一个视图样板 这个视图的样板的定义就是绘图管理员的意思 这边你可以创建出很多绘图管理员的设定 比如说 我可以创建一个一层平面的 视图管理 也可以创建水电的视图管理 天花板的视图管理 灯具的视图管理 以及各种平面各种工程的视图管理 首先 先创建出一个属于自己的视图管理 创建好以后呢 就可以到右侧的选单 对它的视图管理进行编辑的动作 这些选单可以修改表现法 还有修改视图的比例 我们可以先设定这视图的比例 把选单勾选起来 然后进入到取代类型 这类型呢 就是各个图层的表现法 那因为这个平面 我们只需要加强强的表现法即可 所以我们其他的图层可以选择 让它透明 或者是浅色 比如说 让楼板取消掉 或者是让楼板透明化 那在这边我把楼板的涂层关掉 然后让窗的涂层 呈现半透明的状态 以及门模型的涂层 呈现半透明的状态 再是墙 让它普面线的样式 设定成黑色 然后样式为实心 确定完以后 我的表现法 就设定完成 所以以后 不管是你在绘制二楼平面 或者是三楼平面 你也可以用相同的 试图样板去做套绘 你不用再重新设定 那今天的干货分享就到这里了 下一次的教程呢 我们将会分享 如何让Ribbit 自动帮你算面积 以及 以及自作面积明细表 喜欢我的朋友 欢迎点赞 分享加订阅 那不要忘记 开启小铃铛哦 你的支持是我创作的动力啦 也可以在留言板下 留言你想要听的课哦 我会斟酌规划教程的啦 我们下次见哦 %&%&